- 愛動物,愛音樂,愛錄影,愛分享的盧小斌 嗨,大家好,我是愛動物,愛音樂,愛錄影,愛分享的盧小斌 啊 今天 我已經說不出話了 你不是都會接話 好 今天真的很熱 今天都是這一位 他害的,為什麼 怎麼說 因為我們平常夏日我們都說我們去高海拔 我們不去低海拔 他偏偏要找低海拔,然後找宜蘭 可能他覺得宜蘭有時候會下雨 所以會有點涼意 然後 100公尺 100公尺 因為我覺得有渦輪扇跟製冰機 應該可以挑戰看看 好,不管,等一下我們就是影片看到後面 你看能不能挑戰 那你知道現在幾度呢? 很慶幸的 33度比我想像的還第一度 我們這次就是來到宜蘭的東三鄉 然後他這邊離救療瀑布 救療瀑布 滿近的 所以他叫做救療之星 應該這個區域叫救療 救療中間的那一顆心 你是說中間的是一顆心 嗯 斑點心 又在唱老歌 我都在唱 曹摩我們歌 又在唱老歌 說因為我們現在剛好在樹蔭底下 所以還有一點涼意 我們鏡頭往那邊看一看 裡頭真是恰恰恰 那現在呢 就跟著我們阿瑞的腳步去介紹營區了 好熱喔 營區的大門口 會有一條直直的路 走到它的左邊呢 細水池 因為今天只有我們 所以零組沒有開放 好,先到 A區 A區的位置 我猜兩帳 沒錯,網路上上面是寫兩帳包區 那附近好像有種果實 好,下一區 你看一百公尺可以看到前面這一層 其實也不錯啦 老實說 一百公尺 嗯 好好好,下一區下去 我不想再講了 欸這好熱喔 左邊 是銀本部 對,銀本部 它裡面有賣飲料啊 然後它好像是誠實商店 我剛剛進來已經偷看過了 所以那一題跟大家講 我們現在已經是11點35分 所以在6分 所以超熱 非常乾淨 它也有泡麵 也有瓦斯爐 有營區販賣部的東西 但是它沒有拿出來販賣 只用的是這台 所以會有兩台 因為本部旁邊還是有飲水機 可以使用 然後這邊是洗手間 阿瑞帶大家去看洗手間 好,跟我來 好 喔 標準版 標準版 而且上面那個 一樣它有用沙窗 所以蚊蟲不會進去 OK 標準版洗手間 木魚乳洗髮精 吹風機 一印俱全 喔,我以為它沒附耶 它是附在外面 它偷偷的貼心 做事馬桶 乾淨 嗯,好讚喔 其實算環境很好 衛生紙,垃圾桶 沖洗 但是你有時候如果喝酒喝太多 不小心噴到的話 拿起來噴一噴就乾淨 喝酒喝太多 應該只有它吧 我哪有喝太多 不好意思 我最近很少喝酒 來,小便倒 乾淨 其實環境算很好啦 對不對阿瑞 好,廁所旁邊呢 會有一個 像婚禮場地的一個拱門 這邊是C區雨棚 這邊一帳 兩帳 兩個雨棚 大概四帳 後面還有一區 這邊還有雨棚 對,C區雨棚四帳 所以C區的範圍滿大的 它還會再繞過這個廁所 後面還有一個雨棚 又看到了 所以它的範圍滿大的 這個雨棚我們稱為 禮民大會雨棚 宫廷市雨棚 這也是C區 原遊會 你看這邊攤位 操位 然後開始賣章魚燒 就有煙有火的感覺 好 現在到哪裡 B區 B區 B區是什麼區 B區這一排 喔 這一排看過去 大概有七帳 還有一個B區在後面 B1 B2 B3 B4 B5 B6 B7 它都是屬於草地的喔 那B區的對面 就是我們的雨棚區 B區雨棚 三帳 就是我們這次租的 B區 為什麼你的車子可以停裡面 引主說這邊今天都給你用 太好了吧 引主說開進來啊 開進來啊 所以裡面比較不熱 那是不是你人品太好了 沒錯 被引主疼愛了 好敢說喔 好敢說喔 天啊 那我們剛好ABCD 全部都介紹完了 如果不詳細的話 那我真的深感抱歉 因為今天真的是太熱了 我們只能用手指頭這樣點點點 我才一回來 它就抱著它的渦輪扇 喔 製冰機好了沒 我們剛剛去繞了大概有十來分鐘 看一下製冰機怎麼樣 怎麼這樣 是融化嗎 你的冰塊怎麼那麼小 是融化嗎 有冰冰的感覺嗎 有啊有啊有啊 真的 好香喔 來 給你吃一下 原來是冰的 怎麼有點稀涼的感覺 自己說切燒營區回來 就知道了 我知道什麼 我知道它弄成一桶水 然後只有一點點小碎冰 我知道什麼 知道什麼 接下來我們要搭帳 好 搭帳 他太中輸了 剛剛好想看 現在他昨天先開始做作業 不做 夫妻思和就是這樣啊 我的情緒只能找鏡頭 我這樣子直接跟他講 他等一下又來跟我吵架 就是這樣 欸搭帳了搭帳了 好 拜拜 做好的九分鐘呢 從營區介紹完到現在 已經一個多小時了 九分鐘一批冰塊 但是他是不是忘記講 兩分鐘之內就會融化掉 其實他確實有冰塊出來 但是很小顆 然後我每次打開來 就是像剛剛螢幕上看到那個樣子 待會所有的料理 都跟冰塊跟冰水有關 你給大家看你現在多熱 好啦你趕快先去洗澡 他流的超多汗 又搬裝備 又又搞這個製冰機 該不會我們是拿到機網吧 算了先不要這麼想 先當作說 他昨天沒有看清楚使用說明 我可不這麼熱觀 他需要跟製冰機培養一些感情 欸有聲音了 有聲音了 看一下看一下 就這個樣子啊 有冰塊啊 就這樣子啊 就這樣子啊 哇哩咧 就要打了 我要冰塊加紅茶 裝C一點到現在 冰塊欸 露營外面有冰塊 這一杯還可以 但是這兩三個小時就這樣子 啊 有啦有套清涼啊 不能太倡飲 不能像你說我冰塊很多 然後倡飲 我這樣製冰機應該是這個樣子 嗯 你選的這台應該是這樣 那我覺得還不行 這一波有 可是兩三個小時只換這個 就是得來不易啊 燈燈燈的波石頭 山兵燈到沒有夢 登兵燈到一切都成功 對 兩頭就沒有 第二杯就沒了 沒有啦 裡面在夾 這邊還剩一個 你看到嗎 這邊還剩一個 兩個字 屁屁啊 兩個小時 我還這麼期待它的到來 等一下 還有兩道料理 都要冰塊 看它出得來出不來啊 我現在肚子非常餓 這杯已喝完 冰塊 剩下一個半 算消暑 但是還沒到解暑的部分 阿瑞 你最近新買的製冰機 目前你對它的評價如何 非常不滿 它完全沒有達到我預期一下 我再給它兩個小時 我已經問客服 這是不是正常的狀況 那它還沒回來 那我們請山水加油好不好 好 山水 加油 請你跟你的渦輪上表現一樣棒棒 加油 怎麼樣 黑手套切洋蔥有感覺比較厲害嗎 感覺有欸 你看它切的樣 嗯 我不會說 冰鎮洋蔥 我本來以為 我有了製冰機 哈哈哈哈 就可以減少 這些冰箱的依賴 結果 居然還要有備案 人生不如意 十字八九嘛 下冰塊 喔真的好嘻嘻喔 所以我剛剛喝完紅茶 到現在這樣子 沒了 八九 九哥剛好一批阿 希望可以冰一點 因為我很怕洋蔥的辛辣味 然後這個就讓它冰鎮一下 好 做今天的主角 日式蕎麥麵 喔喔第二批又出來了 又出來了 現場看一下第二批 他第二批出來的樣子 不要太驚訝 一 一 一 啊 啊 你這樣影片都是一桶一桶的 對啊 幫我等一下幫我截圖 人家的 人家的圖案是長這個樣子 啊我的圖案是剛剛那個樣子 好 冰鎮 夏日料理 日式的 第一個一定會想到 蕎麥麵 而且啊我剛剛看到這邊他寫說 筷子 時間 四分中啊 身為助理的我 絕對會幫你完成這一切 好 你這次帶的東西都是短時間的東西耶 沒錯 看你買的東西所有的東西誰醉了 哈哈哈哈 蕎麥麵的醬汁 非常的簡單 找現成的 春部冷麵醬 哎唷 這些都是你跑去哪裡買 日式平價商店買回來 該不會是 特賣會 開窗 非常的簡單 找一個 你覺得漂亮的杯子 把它倒下去 這裡加一點 哇沙米 塗在杯邊 拿一點白芝麻的香氣 就完成了 剩下一分 十五秒 他現在是 感覺那個哇沙米 在旁邊 像一坨 敘事代發 請問這個料理是 你從哪裡突發奇想的 剛才是從網路上學 沒有 就這樣 來了 剛剛好 把它撈出來 馬上要過到冰水裡面 雖然這個水沒有我想像中的冰 我直接手套直接下來洗 他會感覺令人不舒服 是嗎 我看他們都是這樣弄的 真的假的 然後就擺上來 然後撿一撿 我覺得你剛剛第一坨比較漂亮 你用那一坨 感覺賣賣 不要 不要 吃飯的時候 自己看 吃飯的時候不要講那些有的沒 喔喔喔喔喔喔 小鵝 小鵝在跟 巧 不行喔 這有鹹味 這不是妹妹吃的 這是洋蔥 你看他的眼睛在發亮 我舉起來好了 你看他想要從前面 好 完成 這個叫做什麼 雞絲涼拌洋蔥 是夏日聖母 欸欸 麵麵麵 妹妹 那我們就開始吃囉 好 麻煩請給我一點冰塊 沒問題 鹽肉的時候就是要喝 米乳 冰啤酒 蛤 現在直接給大家看 又是飯杯 太難過了啦 啤酒不冰 阿這樣怎麼喝 我們這一次的營地搞得那麼好 配一台士兵機給小毀 我希望我這台是雞王 不然的話我真的很不推 我給你們一個比較恰當的比喻 你這個去海產攤之後 然後那個啤酒從冰箱拿出來 然後擺著大家已經聊天聊一陣子之後 你倒出來之後就是一點點微冰 你喝喝看你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因為已經沒冰塊啊 全部融掉啊 這已經不冰了 這已經可以喝出啤酒的苦味的冰 他好不好用這件事情已經不用再多講了 現在我要看他的售貨服務 跟我在影片看完全是不一樣 來來來來再一點 他買的都是這樣子小小的 感覺很雷欸 這樣嗎 趕快吃你的料理 然後趕快跟大家分享這個移區的結論 我直接就是很粗暴 我直接吃這個洋蔥 那我要把wasabi拌進去了 我看影片上面說啊 他就是這樣子把它夾起來 然後 有人說 這個我不行 好辣 怎麼了怎麼了 這樣通常太辣了 抱歉我可能要退你貨 這個 對我們吃這個看看好了 這個就跳過了 這個你自己吃 可能冰水不夠冰吧 蕎麥麵啊 有人說啊 它泡進來之後啊 你不能把全部的麵條都泡下去 你要留三分之一 所以你才吃得到蕎麥麵的味道 然後不能咬斷 所以要 老師這樣吃到嗎 所以是 老師再說一次 來 蕎麥麵 加油 一口起來 對 然後泡下去 留三分之一 好 然後就吸 一口氣把它吸進去 我覺得你這個是不是因為你要比賽 所以你今天人料理都很減肥了 也是啦 但夏日料理就是清爽啊 我覺得麵很好吃 而且麵要是如果稍微再冰一點的話 會更好吃 所以我們全部就是歸功於你的那個山水 太不溜了 真的很像耶 很像啊 但是我喜歡 這蕎麥麵好好吃喔 就大家知道我們剛剛超級熱 就受不了就去洗 外面那個都有沐浴跟洗板子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身體環境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不錯耶 我本來以為會有小黑蚊或蚊蟲 但是目前沒有反應 對 位置也蠻好找對不對 位置也好開 寶航直接 羅東下 然後往東山開 兩個彎而已吧 就到了 然後引主你剛接下來 如何呢 客氣 view喔 view其實就是 平原啊 平原啊 下當 但是我建議不要太熱的時候來 要不然你的製冰機就要給力 雷二寶 我原本以為它是二寶 因為有一寶的資產 今天這一集二寶就先當花筆 後續怎麼樣再跟大家講 我被日本品牌條件反射 我跟客服聯絡了怎麼樣 是不是機王 如果是機王的話 他如果換了一台 還後面再繼續測試給大家看 今天其實我們還有準備更多的 要分享這個冰塊的爽度給大家看 但是 連一個啤酒都不給爽了 我已經 你還有準備清酒 還有準備什麼 對 就不要浪費那些東西 如果啦 如果下一集看一下 那個製冰機後果是怎麼樣 他一起再拍一次給大家看 上一支影片有陸友 小江陸友嗎 小江 小鄧 小江被你的渦輪扇騷到 他被你的渦輪扇 渦輪扇 渦輪扇OK 渦輪扇OK 對 這個二寶目前測試不OK 對 小江你先等一下 先等一下 先不要 小江 小鄧 Jack 先不要 先暫停 期待我們這個製冰機後面會發展的如何 希望他是機王 我們一樣一樣來 我們才會等到第三寶 所以先把二寶先搞定 希望他是機王 那我們就繼續享用我們的露營餐了 我都流眼淚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先這樣好不好 好啦 那我繼續喝我退冰的啤酒 我們就隨著這個微微的微風 試著一點點微微微微的微冰 過著微微微微的露營 好不好 這跟我想的不一樣 好啦 今天影片就先這樣 我一樣會在影片的上方放我的IG 那想要知道我又去哪一個營區的話 可以追蹤我的IG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這裡囉 那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 按讚訂閱加 開啟可愛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集見囉 掰掰 掰掰 回到這些兒竹子裡 還是有個冰功 開始時 開啟小鈴鐺 要 sabot 入到下 快點 開啟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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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啟大鈴鐺